振奋人心的顽抗 戴高乐和他的自由法国 维西政权成立之后 其合法性一直受到流亡国外的戴高乐的挑战 戴高乐宣称自己才是法国合法政府的代表 维西政党的反动本质也为人们所认知 抵抗运动不断发展扩大 1944年6月 反法西斯联盟军攻入法国之后 维西政府迁往德国 戴高乐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 在此之前 戴高乐则是领导着自由法国 坚持抗击纳粹和拯救法国的斗争 自由法国 法国人认为万无一失的马奇诺防线被德国突破之后 法国一片哗然 德军不费一旦攻入巴黎城内时 法国已经濒临崩溃 无力改变局势的政府被推翻 新政权以耻辱求和换来了法国的生机 向来倡导独立自由的法国成了傀儡的工具 但是素来就有斗争精神的高炉雄机 并不甘心屈服 法军之中有名叫做夏尔戴高乐的将军 在法国沦陷时 坚决要求抵抗纳粹德国的侵略 但第三共和国的总理保罗雷诺下台后 戴高乐就被排挤出了法国政府 以被当为首的政府人员同意了向德军缴械投降 戴高乐遭到排挤之后逃离了法国 准备在国外集结抗击德国侵略者的新力量 他逃到了伦敦 并在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支持下 于1940年6月18日 藉由英国广播电台发表的 《告法国人民书》 全世界军 祝不会碰柱其 Canada Holly dys证还嬲不ета 起来我们的民国 为一名 flag 本是不关的 军风 Americans 安全的美业 北海 在阳 惊重迫 義英国 中国 香港 法国 此一更 特贼 无缘 这变的 到底 因为这些战争是一战争的战争 在世界的自由,有很大力量的力量 一天这些力量会遮到敌人 要让这一天的国家是在负责 那么它会得到自贤力和库的力量 这个是我的唯一唯一唯一 就完了,那麽我統括到所有能夠的武器 那麽我能夠和我一起成功,向災難和希望 我們的公國是倒楣的死 麻煩你了,歐治法,克風! 他举起了自由法国的旗帜 以坚强的意志开始了抗击德国的斗争 自由法国运动打响 戴高乐在经过艰辛的号召与努力之下 终于争取到了一些支持人员 并且得到了以丘吉尔为代表的英国政府的支持 英政府宣布承认戴高乐为自由法国的领袖 并把他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称为自由法国军队 戴高乐的宣言和努力激励了很多爱国人士的反抗 他们从失败的痛苦中振作起来 法国巴黎的学生甚至还举行了拥护戴高乐的集会 一批又一批的士兵和志愿者也赶来伦敦参加自由法国运动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拿起武器跟随戴高乐去拯救法国 得到支持力量的戴高乐筹建了法国民族委员会和武装部队 将自由法国的总部设在泰晤士河办的一座大厦里 在简陋的办公室里 他接待了从各地来关心自由法国的人们 随后 戴高乐组织刚成立的首批自由法国飞行员 参加了对德国卢尔区的轰炸 并取得了胜利 1940年8月 戴高乐通过一场大胆而又没有流血的政变 争取到了位于非洲地区的科迈龙 同月他则带领一支英法联合舰队向德国进攻 然而这场战争并未取得成功 不过战败的戴高乐并没有灰心丧气 他继续进行顽强的作战 他在非洲建立一个可靠的作战基地和一所行政机构 并出版了自由法国的报纸 这之后 戴高乐继续展开自由法国运动 同反法西斯联盟一起对抗纳粹主义 当时的维系政权 已经变成了爱国人士和共产政党都十分厌恶的反动政府 1943年5月 法国国内组建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 戴高乐派往国内的自由法国的代表 担任了该委员会的第一届主席 与此同时 戴高乐率领着自由法国军队挺进巴黎 巴黎的人民聚集在凯旋门 新型广场和爱丽舍田园大街 他们含泪高呼向自由法国表达热烈的欢迎 戴高乐更是不断地向人民致以军力表示感谢 戴高乐回到巴黎之后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 尽管他在法国的解放运动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但国际上却不承认自由法国的临时政府的合法性 当时世界上除了英国和自由法国政府解放的法属非洲地区 承认戴高乐政权是法国的合法代表以外 国际方皆认为维西法国才是正式的法国政府 即使他实质上实行的是反动政权 最终在巴黎解放三个月后 戴高乐成立的临时政府 才被英国、苏联和美国三个大国承认 戴高乐和自由法国运动成员呢 如谢努力也终于得到了实至名归的回报